你肯定难以相信 昨晚上我目睹了一起凶杀案 但警方却说我在撒谎 对面根本没有人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地板上厚厚的灰尘提醒着我 这里就是一个没人居住的空房间 李警官在房间里走了一圈 又凑到了窗户旁边朝外面看了看 我跟你说了吧 这里根本没住人 我不自在地挠了挠头 怀疑自己昨天晚上看到的是不是幻觉 但是我隐约又觉得不是 昨天晚上是个暴雨夜 雷声震震 我从超市下班回来之后 很早就睡下了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 无意当中看到了对面的房间里亮着灯 窗户上是一对男女纠缠的身影 他们的行动被房间的灯光投影在了窗户上 像皮影戏一般 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哪家夫妻办事 直到我看到那个男人 拿着一个我看不出东西行众的物品 砸到了女人的头上 然后他再也没有爬起来 我连忙报警 可警方来了之后却说我撒谎 那间房间他们去搜索过 根本就没人住 这太离谱了 好在路过的李警官走来 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 他知道我的为人 帮我解释了几句 才避免了我被抓起来的命运 事后我们俩找了一个路边 摊掉的两瓶啤酒和一堆烧烤 李警官制止了我喝酒的行为 你是不是又犯酒瘾了 我拿着酒杯的手一顿 是吗 是我喝多了产生的幻觉吗 我有酗酒的毛病 就因为这我老婆也和我离婚了 听说酗酒是有基因遗传的 我爸就因为酗酒失手杀了我妈 而我也没有逃过这个诅咒 人真的是个很奇怪的物种 我们最终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我渐渐相信了那晚 只是我喝多后产生的幻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直到我被两个警察 一眼严肃地带进了警察局 就是那种电视里演的那样 他们说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室内洞楼的女业主 而我 变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 我看着照片里女人的模样 女人被装在行李箱里蜷缩着 是钓鱼地发现了她 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尸体高度地腐烂 不过她的额头上 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有一处伤痕 跟我看到的那场凶杀案一模一样 只不过 我颤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照片 这不是死者 我确定 我看到那个男人是用右手 打了女人左侧的头 而这个伤口 是在右边 这个女人一定不是那天 我在窗座外面看到的那个影子 所以 肯定还有一个死者 两个女人都死在了同一个语言